大法官人事案 美国参议院最终以52比48通过 堪称是川普在选前的一大胜利 而他也火速在白宫的南草坪 盛大举办巴瑞特的救治仪式 但是对手拜登却提醒川普要做好防疫 免得又向9月底提名大法官时 出现了超级传播者 让白宫卷入染疫的风暴当中 共和党选择在参议院多数党优势 最终表决以52比48票 通过巴瑞特的大法官任命案 而人事案才刚过关大约一小时 总统川普随即在白宫盛大举办 巴瑞特的宣誓就职仪式 即便已经是晚间9点 天色已暗 但川普依旧在白宫南草坪 举办巴瑞特的就职典礼 而且看来心情大好 因为大法官仍是按这一仗 堪称川普选前的一大胜利 最高法院保守派对自由派大法官的席次 也扩大到6比3 面对川普开心庆祝大法官提名胜利 拜登也不忘警告川普要做好白宫防疫 免得右向上回提名巴瑞特后 出现超级传播者 让白宫变成新冠毒枯 拜登跟炮红川普是领导美国 走出疫情的最差人选 川普则是擒跑大型造势 靠人气要拉抬选情 CNN就分析民调显示 川普想赢必须要夺下宾州 以及佛州才能稳住胜果 否则要完全连任大漠难度非常高 记者综合报导